据美国的环球战略网报道 近期一架印度大型的飞机在敏感的中印边境的藏南地区碎毁 印度军方的解释是大型的运输机 不过有迹象表明可能是印度军方手下的预警机费尔康预警机 被中国大陆解放军在藏南用红旗九的防空导弹击落 报道说因为印度军方用这架预警机在中国的藏南西北部的地方 侦查中国西南的军事情报被中国防空导弹击落 不过这个消息西方军事件为可信度极低 因为中国没有技术能力可以打下费尔康这种大型的预警机 不过香港军事本来指出 一旦印度的预警机真的飞入了所谓阿努纳查邦 就构成了对中国领空的侵犯 解放军可以击落敌机 而且驻守在藏南地区的所谓几万的印度军警 是否也被授权可以随意的攻击中国的目标呢 事实上现在解放军已经普遍服役了红旗九的防空导弹 怀疑是S300型的三代版 也吸取了美国爱国家导弹系统的一些攻击技术 固体火箭推进垂直发射打击力极强 另外俄德斯媒体报道说 中国大陆在中印边境部署有解放军的红旗10号 还有红旗9的防空导弹 印度高调在中印边境增并了六万的同时 印度空军的飞机却在这个区域莫名坠毁 令人浮想连翩 而中国大陆必须在中印边境给印度致命的警告